好了,這條影片就會講我們設定一個產品的時候 可以怎樣利用Anphopometric Data 它就步一步地講 第一步我們就是決定有什麼用品會用我們的產品 因為不同的用品對我們用的Data是有影響的 例如不同人的性格、性格都會對我們的Data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要決定這個用品 第二件事我們就要決定到底我們應該用哪些Body Dimension 因為一件產品其實不需要配合你整個人所有Dimension 我們可能某些產品只是跟我們的身高有影響 某些產品可能只是跟我們肩膀的寬度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到底有什麼Body Dimension 第三件事我們就選這個Percentile Range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設定產品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配合所有人的 我們就要想辦法配合最大部分的人 所以就選這個Percentile Range 有三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選Extreme 例如我們選5%或95% 有什麼例子呢? 例如我們這些逃生倉的門口 如果我們那個闊度通常都是95%的肩膀的肩膀 因為這樣我們到時逃生的時候就不會卡住 有95%的人都可以很easy 很輕鬆地穿過門 這些Case 我們就會選Extreme Value 第二呢?就是Adjustable Rang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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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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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可以自己決定這個我們產品的Dimension 來配合他們自己的 例如這些桌子等等就可以調高度這樣 就可以配合不同的人 跟著就是最後一步 就是Design for the average 我們什麼情況之下才會用這個50%這些Average的Percent 就是剛才Design for Extreme和Design for Adjustable Range 都決定不到用什麼Percentile 我們才會用這個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我們最差最後一步 這個是我們最後一招來的 通常我們就不會用50%來設定我們的Product 因為50%來說它的實用性是最差 因為高一點的人又不方便 矮一點的人又用不到 所以50%是我們的最後手段 通常都不會用的 他這裡都說了 我們基本上這個世界是不會有Average的Individual 所以通常我們是不會用FH Value Average的Percentile 然後繼續說 第四步 剛才全部都是第三步 現在就說第四步 就是這個 決定我們應該真的用哪一個Percent 我們可以用70% 我們可以用95% 這一步就真正決定我們用哪一個 然後第五步 就是我們會做一些Modification 因為我們的Data 是沒有考慮到其他東西的 只是只是量度的 那我們的Product 我們需要考慮其他不同的因素 例如我們可能會穿鞋 或者穿很厚的外套 這些我們都需要考慮的 然後我們就會 Make Modification 進入我們的Data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們 量度那些Modification Data的時候呢 是用一個叫做 直立的姿勢 但是正常呢 都不會是 都不會維持到直立姿勢 那所以呢 我們都要考慮這個 真真正正 我們Human的Natural Posture 他們的Standing Height 那些是會怎樣的 那所以呢 就會有一個調整 那些Data 最後呢 就是講我們要 測試Data 那麽呢 就 例如我們用這些 computer model 用一些program 去做simulation 看看Data 是不是真的 配合到我們的Customer 那麽樣的 那麽呢 我們呢 就可以將Data Apply到我們的Design 那裡 然後呢 去配合更加多的人 就是這樣 那麽呢 而來 我怕